各位网友大家好 昨天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一篇署名社论 法兰克福汇报是德国最大的一家报纸之一 另一家最大的报纸是图片报 法兰克福汇报读者群一般为文化层次比较高的人 比如说有大学文化水平以上的人 经理人等等喜欢看这个报纸 而图片报一般是蓝领阶层的人看 我考虑了很久 是否翻译出来给大家一起分享 因为从一个中国人或是华人的角度来看 这篇社论以及读者的留言 极度反中 是失去理智的内容反中 如果没有在德国长期待过 可能认为我是故意挑这种文章出来 来挑拨两国的关系 但是这确实是德国人 对中国的真实认知及想法 现实很残酷 不要以为你身边的朋友 可能因为你有点喜欢中国 但回到他们的生活 他们就是这么看待中国的 我在阅读的时候 是憋着怒气在看的 我们先来看看这篇社论 以及读者留言 这样亲们可能更能理解我的心情 在翻译过程中 我会加入一些我自己的解读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社论的题目是 伦敦应对的顺理成章 因为香港国安法的情况 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好 因此英国政府现在决定 将华为排除在扩展5G网络之外 也就顺理成章了 谁也不知道 如果没有中国引起的香港局势升级 英国是否会做出这个决定 无论如何 英国政府决定将中国公司 华为提出英国5G网络建设 这样的处理措施顺理成章 华为安全问题的疑虑并不新鲜 中国政府对加拿大的行为 加重此类疑虑 他们拘留加拿大人 是为了从加拿大 把华为财务总监引渡到加拿大时 有筹码 最近由于伦敦向香港人提供 获得英国护照的可能性 中英关系受到影响 中国领导层当然不愿意承认 其强加给香港的国安法 迫使本来不愿意接受 移民的伦敦政府这样做 也就是说 英国政府其实不想向香港人 提供英国护照 是被中国政府逼迫的 你看看这种逻辑 好 我们继续吧 现在中国政府从中 又看到了一个国际阴谋的一部分 香港民主派的初选 也属于国际阴谋 来自北京的威胁论调说 反对派正在准备革命 革命意味着推翻现有的状态 可是不真是北京单方面 改变了香港的地位吗 那么这里谁是革命者呢 好 这署名社论都到这里 我们看看读者的评论吧 第一个人说 祝贺英国人 而德国则一如既往的坐等决定 大约两年的时间 为了电子神经系统掌握在中国情报 和军事技术部门手中 中国企业在法律上有支持 帮助 配合国家情报部门工作的义务 不仅在中国 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当然 德国要照顾自己的出口 但为什么要把自己卖给中共呢 说到这里 我也想说说我的看法 他说中国的企业 有在法律上有支持 帮助配合国家情报部门的义务 如果是把中国换成美国 或是其他国家 不这是一样吗 所以大家其实都半斤八两 中国企业可能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美国企业肯定是铁板钉钉的 有义务配合他们国家情报工作的 好了 我们再往下看第二个人 欧盟也处理得顺理成章 向中国屈服 就像至今为止所做的那样 聊无心意 约翰逊就不同 小小了不起的英国 他行动起来了 也就是只对中国说不 可是强大欧盟却对中国投鼠忌气 法兰克福汇报驻伦敦记者 很可能会对此发表他的反应观点 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 约翰逊政府是欧洲唯一愿意 向中国施压的政府 而其余的欧盟国家 将继续对中国极其友好 就是为了避免被中国扣上欧盟 对中国搞种族主义歧视 这样的帽子 中国践踏人权 必利用其制度 向欧洲和太平洋邻国施加压力 对欧洲 美国和其他任何民族或国家 5G系统是陷阱 这个人说 国家讲求利益 我们联邦政府的那些外行们 一辈子都不会明白这个道理 他们对土耳其 对伊朗 对中国都天真 他们想不到 有人追求利益 傻得不可失忆 这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 我们不追求利益 任由自己被拖入圈套 最后只能乖乖的被宰 伦敦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然而德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的行为 却是一个悲剧 在外交政策方面 默克尔女士很可能作为人权领异的 水果小精灵总理 而在于实测 国家没有担当 让人无法忍受 把华为排除在德国和欧洲市场之外 国家经济要立刻脱钩 德国经济必须彻底退出中国 毕竟在阿丹纳时期 阿丹纳是德国以前的一位总理 德国公司并没有在苏联投资 真的希望美国人在这方面 加大对柏林的压力 不得在美国销售 由中国帮助生产的德国产品 不允许有中国人参股的公司 进入美国市场 默克尔 阿尔特迈尔 马斯 等人都要好好向美国学习 刚才提到几位 是目前德国几位政治人物 今天的自由 要由特朗普先生来捍卫 真是可悲 好了 这个人是回应刚才说的那一位 他说 如果你把贸易战 和真正的战争 作为成功推销给他人 你当然是对的 我不知道 欧盟有多少工作岗位 与对华贸易有关 但会有几百万 你将会让欧盟数百万失业者相信 他们是为正确的领导而忍受失业的痛苦 英国向沙特阿拉伯的独裁政权出售大量武器 所以中国缺乏真正的民主 不能成为把华为排斥在外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 英国现在就是特朗普的看门狗 这里发生的正是一场蛊惑者的斗争 不是讽刺 就是无心的幽默 我不知道如何归类你的评论 中美贸易额每年约为5580亿美元 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约为2000亿美元 中国是德国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 欧盟与中国的贸易额约为6050亿美元 向你解释这些数字的含义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你自己不知道 反正你也不会明白 欧盟特别是德国的彻底失败 你不能给中国人任何机会 中国是民主和非中国人的最大敌人 你看这里他说是非中国人 就除了中国人之外 中国人是其他人的最大敌人 我们继续往下 欧盟和德国对中国的顺从 将会受到痛苦的报复 英国做对了 华为就该被禁止 永远禁止 这个人说话那么深仇大汉 是不是跟华为有血海深仇 下面这位又是回应刚才那个人 他不同意那个人的意见 他说 当然请不要使用所有在中国生产的药品 然后我们一起检查你的家 我会让你看看来自中国的一切 还有请问什么会是痛苦的报酬呢 一切都目以沉舟 我们需要的技术显然是我们自己没有的 而中国公司可以提供 以民主为标杆 多么荒谬 中国的政权面对民主和法治要求时的反应 最迟在1989年6月4日就已经知道了 如果不是瞎子和笼子 或者意识形态上完全盲目的话 这一点在过去31年里 根本没有任何改变 相反 从那时起 监视和镇压的机器得到了完善和扩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 如果还认为即使是著名的中国公司 也不会受到巨无霸帝国的共产党 和国家资本主义领导的控制 那就太天真了 而且风险很大 因为涉及到第三国的敏感基础设施 关键产业等 这一点 在中国违反有关香港地位的国际条约之前 人命就很清楚了 但现在至少美国和英国对此做出反制措施 所以这是一件好事 这个人说话呀挺讲意识形态的 像在这里很多德国读者一样 我觉得他们非常意识形态挂帅 多年来中国一直奉行小步快跑的政策 他们攻城掠地 并派出自己的专家 中国加强军备 对周边国家 尤其台湾的威胁 愈发坚定不一 我们的政府 尤其是欧盟反对 一直在讨论 直到继承事实 现在到了我们欧洲 也要让中国明确游戏规则的时候了 不能再接受中国在人权方面 和贸易上的不平等待遇 希望欧盟也能在这个方向上 采取明确的措施 不能继续让步了 如果德国政府对中国 也能采取类似的 顺理成章的态度就好了 法国驻华大使馆宣布 从2020年7月13日起 法国将基于对等的原则 限制中国航空公司 从中国抵达其境内的航班 每周只费一个航班 如果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被用作 反对将华为财务总监 引渡到美国的筹码 那么该国政府已经失去了 以前几乎不存在的 最后一点残余的信誉 将香港并入中国 和中国在南海的行为 也是公然的帝国主义的表现 西方应该停止进口中国商品 以制止这种情况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实在不想经常阅读包装上的中国制造 但因为德国的G5 我们防彻听国家元首 肯定想要华为 你看看 这连5G和G5都分不清 还在这儿瞎嗶嗶 哎呀真是无语 真是无语 这德国人 好 继续往下吧 逻辑对民族主义有免疫力 意思是有民族主义 就不要讲什么逻辑了 只要华为是普通中国人 引以为傲的国家象征 中国政府就会不惜一切代价 扩大华为的影响力 他们的首席财务官是否违规 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来说并不重要 对中国政府来说 重要的是他被外国囚禁了 这样许多中国人已经把香港 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看看 在这里这个人什么都不懂 在这里瞎嗶嗶 香港当然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好 我们继续往下 而政府现在已经执行了这一点 也就是违反国际协议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不仅关系到政府 也关系到人民 而且一年比一年强烈 他们的座右名是国家高于国际 也就是说国家利益为重 这当然了 没有什么可说的 好 继续 但如果欧美人的民族主义 破坏了西方的凝住力 那么国际不凌驾于国家之上 经济最强的国家决定国际事务 对此我们也就不必感到奇怪了 说到这里我再补充 我觉得这是典型的圣母表思维 如果把中国现在换成美国 英国我觉得更恰当 外国人特别是祖先是殖民者的欧洲人 对中国的历史根本就一无所知 只会站在自己的立场 用高高在上的口气说话 既然说香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种赤裸裸的无知 让人感到非常可笑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 这是德国精英人士看的媒体 大家看 他们的认知就这样 普通德国人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对我们来说 西方记者正刻看中国的视角 如此离谱 对西方人自己确实是理所当然 所以只要中国还没有强大到 能碾压他们 他们的这种观点是不会改变的 我想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 或者海外华人肯定会很气愤 但这不能解决问题 唯有让中国强大 才是回敬西方最好的办法 所以认重而道远 越了解西方人的特性 越鄙视他们 那些在海外 或者在某个岛上的 专门默黑中国的人 即使你们再怎么起劲出卖中国 人家西方人 要照样把你当狗屎看 对他们 你们这些只不过是没有祖国的狗屎 你们根本不属于人家 即使你黄皮白心 人家也不会接纳你们 好 我们往下 下面一个人是Wolfgang 他说太对了 伦敦的反应顺理成章 绝对正确 北京的第五纵队必须停止 第五纵队现在是泛指敌人收买的叛徒 和安插的间谍 只有默克尔 马斯 冯德兰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三位都是德国目前重要的政客 躲躲闪闪 粉饰太平 但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威胁着世界 因此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孤立中国 别无其他选择 又是一个很弱的社论 如果你想了解英国与香港中国的关系 就必须说一下历史背景 否则谁也不会明白 法兰克福汇报的偏辑部 还没有内化吗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 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 中国绝不是永远的恶人 英国当然也不总是好人 恰恰相反 当年的怨恨情仇一直延续到现在 还是可能这个人稍微知道一些中国的历史 所以他再出来说一说公道话 遗憾的是 香港租约到期时 并没有征求那里人的意见 但他们最迟在那个时候就知道结局如何 香港有一天会完全属于中国 虽然中国不想保持50年不变这样不可取 但英国并没有什么好牌可打 来施加什么明显的影响力 当然英国可以给所有香港居民发放英国护照 这将最终导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不得不在某个时候搬到英国 下面有个优廉 他说不明白的历史原理 又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 我们的祖先是德国人 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 还是被我们的祖先定义为德国人的德国人 一个社会的特性 或者说身份认同 是通过有意识的以某种方式 讲述某些故事等方式 创造出来的 19世纪早已经过去 对大多数香港人来说 它真的是历史 但在中国 随处可见回忆屈辱的时代 在学校的电影中等等 问题是 为什么30年前大多数香港人 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而今天却越来越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了 因为最近的事情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其实这个人根本不知道 香港问题的症结所在 香港的问题是因为 极大的保留了移民时代的那整套体系 特别是教科书 老师 法官 甚至香港高层 有些其实也是为香港服务的 我们看看陈芳安生就知道了 这才是香港身份认同错乱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必须不乱反正 而且尽快 这个英国政府 真的没有什么顺理成章的 民粹主义的避重就轻 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定性 约翰逊并不懂得华为的安全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 他最初与特朗普呼吁 排除华为保持距离 甚至不惜冒着跨大西洋关系 出现大乱子的风险 现在他改变立场 他经常这样做 以便从香港形势升级中 赚取国内的政治资本 这是他迫切需要的 毫无疑问 在国际上 绝对应该对中国进行讨伐 但请不要以伦敦为榜样 好了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看看 德国的读者 是不是真的会有非常深的成见 非常的意识形态 大家也可以看到 你看德国精英阶层都这么反重 对中国那么有偏见 可以想象普通的或是中下层的德国人 那对中国就更加有偏见了 那也没有办法 因为人家100多年 200年来一直强大 所以他们有一种惯性的思维 另外加上至少70年来以来 对德国人洗脑 就是宣传 比如说像中国那种社会主义制度 是邪恶的 不民主的 不自由的 所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会想到 凡是中国那边发生的事情 都是不好的 凡是中国政府做的 都是为了迫害 比如说香港的人权 香港的自由 或是为了迫害西方的民主等等 而且更可笑的是 很多这类读者都认为 德国或者是欧盟 他们太软弱了 一切都听中国的话 而我们从中国看来 根本就不这样 所以我觉得不仅是两个社会的认知不一样 而且是两个人种的 他们认知不一样 因为他们对历史的了解也不一样 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 当然就不一样了 所以就造就了 为什么你看看 普通的德国人 从我们的观点来说 他们的想法那么离谱 那么不可思议 那么变态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就是与他们 刚才我说了 一百多年来一直先进有关 另外与他们70年来的洗脑有关系 所以导致了他们总是站在他们道德制高点 他们是俯视你而不是平视 所以大家注意 唯有唯有唯有中国强大起来 才能打他们的脸 真的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在这里生活 我感触最深的就是 要消除他们的偏见 一定要好好发展自己的国家 也就让中国好好发展起来 到那一天中国能够碾压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闭嘴了 真的希望那天能够到来 大家共勉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